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是第一批做这个行业的人 就是因为做马术主持人 这行的人很少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自己总结经验 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我叫庞博Poppy 我是一名马术比赛的双鱼主持人 我是2016年开始主持马术比赛 开始做马术比赛的时候 我更多地说自己是一个播报员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马术比赛的了解很少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哪一位骑手 骑什么马 比什么级别的比赛 他最后比出来 他是多少分 多长时间 我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可以说是从零学起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小众 所以其实这个项目主持界的前辈也非常的少 所以我想从别人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 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包括国内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中文主持人 但是其实英文主持人这一块 国内的主持人还是比较空缺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需要抓住一些机会去跟国外的主持人学习 或者我需要上网看一些国外比赛的视频 去学习他们外国的主持人是说些什么 但是现在就会比较不同一些 我是非常典型的 我觉得自己是从一个播报员转变到了一个主持人 我会第一时间拿到路线图 我会自己先看路线 我们骑手的跳跃轨迹是怎么样的 其中包括了多少道障碍 马要跳多少次 近几年中国的马术发展得非常快 比赛也是越来越多 而且今年是除了08年中国作为东道主 获得了这个参加奥运的资格以外 这是中国第一次 马术的三项队和障碍队双双取得了奥运比赛的资格 这是中国的第一次 因为中国的马术这个普及程度 跟欧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每一场比赛其实应该都有一些观众是第一次看马术比赛 我想我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职责是 吸引观众更加投入进我们这场比赛之中 让中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喜欢这项运动 我也想为马术这项运动在中国的这个推广 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